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在美英打发起空袭之前,位于霍姆斯省的T-4空军基地,就已经遭到空袭。 俄罗斯方面称是两架乙军F-15I战斗轰炸机,在黎巴嫩领空向续境内,发射了8枚空地导弹,结果被续军防空部队拦截了3枚。 对此,以色列方面拒绝回应,随后,在霍姆斯省的沙伊拉特空军基地,再次遭到空袭。 但俄罗斯方面称,这次续军防空系统,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,五角大楼已经回应不是美军所谓,以色列发言人则称其不知道这回事。 未经证实消息称,袭击沙伊拉特空军基地的导弹,同样是从黎巴嫩射来的。 续军目前正在霍姆斯省与这里的武装分子作战,虽然拥有炮火优势和空中支援,但因为主力部队不在这里,仅仅略战上风,霍姆斯省的续军空军基地连续被袭,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当地续军的战斗力。 俄罗斯向以色列发出了警告,称如果以色列再次空袭叙利亚,助续俄军防空分队很可能会反击,包括击落以色列战斗机。 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即表示,以色列不允许俄罗斯限制其在叙利亚的军事活动,并称以后不会在空袭前统治俄军,虽然也是利库德集团领导人, 但内塔尼亚胡被认为相对温和以色列和俄罗斯在叙利亚上空,此前达成相关协议,俄罗斯默许以色列对续军的空袭,但只能是削弱续军战争潜力,而不能危及巴沙尔政权垮台,并在空袭前通知俄军,以便空袭,地区的俄军能提前撤离。 事实上,不管以色列还是美英法,在空袭前都会通知俄军撤离,俄军也将此消息告知续军,这也是每次空袭续军伤亡,都不大的主要原因,俄军在空袭前同样也通知对方,以便美英法和以色列特种部队提前撤离。 但时间往往很紧迫,很多时候仅提前两小时,等转达到空袭地区的时候,往往离空袭已经没多久了。